QBS民調也是熟腾腾剛出爐 在昨天我們有討論 昨天我們看的是年齡層 還有各區 陽明接著講好不好 他這一份裡面 我們看到有這個政黨傾向 還有你喜歡跟不喜歡的 當然看起來沒有錯 陳時中的這個厭惡值 是比較高一點 還有剛剛我用口述的 就是民進黨的最新的 這個內部民調 你看一看 蔣萬安跟這個陳時中 只差了1.6% 一咪咪 當然因為他沒有公布 是誰做的跟一些細節 陽明講的沒有錯 這就是一個帶風向 是有用意的嘛 那就來看為什麼用意 他1.6意思就是說 做而忘意 差一咪咪就差你的票了 然後呢 而且呢 他要策動的是 黃珊珊的綠營支持者回來 就是說 你支持黃珊珊的綠營的 你看如果以T台的 大概還有一成嘛 大概還有 你看10月30日 還有大概一成 這一成綠營的支持者 如果回流到陳時中 我們有機會超越蔣萬安 差一趴了 所以現在 我們講 現在這種選戰到了最後期 這任何的細節的操作 任何細節的操作 都是為了驅動一個結果 就是讓自己陣營的能夠當選 那現在 老實說 在這個 現在這個局面 很多支持黃珊珊 會覺得很不滿 早就沒有什麼藍綠了 早就怎麼樣了 我告訴你 在最後一個月 藍的會要藍營的歸隊 綠的會要綠營的歸隊 黃珊珊的 這些支持者的強度 有沒有辦法支撐 像當年柯文哲最後贏三千票 這個是一個關鍵 所以黃珊珊最後關頭 一定是被兩大政黨夹殺 可是 你從整個結果來看 其實目前 你看兩次的比對 十月初跟這個十月底 陳時中最大的關鍵是 綠營完全回暖 對一個月的時間 就整個起來了 那你說他這一個月做了什麼嗎 你回想一下 陳時中這一個月做了什麼嗎 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不跟周玉寇互動 你說有沒有用 有啊 你知道他 我之前有在節目上講過 他們連整個團隊 都不上周玉寇節目了 就是要馬上跟周玉寇這個人 劃清界限 就是一刀切有效 有效 有效 絕對有效 因為很快大家忘記了嘛 九月底那一波在法院前面的 大鬧大哭 支持周玉寇就是支持陳時中 這樣的效應就降到最低 然後綠營的這些本來隱藏 或是說本來對綠營有點失望的 馬上回暖 都不要小看 在T台這份民調裡面 即便陳時中還是落後有一段差距 可是呢 可是在這個民進黨內部要營造出 他們是藍綠對決 目標其實確實就是為了邊緣黃珊珊 所以接下來我相信 以目前國民黨也不要鬆懈 這個辯論 辯論不一定能夠決定說這個選情 對選情造成怎麼樣的衝擊 但是這一波 我一直都講 民進黨在操作選舉技術上 絕對是目前各政黨裡面的翹楚 對對看得出來 為什麼因為他們很有步驟了 他們的打選在第一個有資源啦 對對 他們不是他們不會說這個 像國民黨現在你問問國民黨 現在他們選舉還願意還能夠像以前一樣 那個砸錢嗎不行啦 那個登一個廣告都要算算看 現在荷包裡面還有多少預算 民進黨不是 民進黨現在是權利啊 我所有的錢 所有的資源 我全部砸下去 整個國家機器動起來 所以現在在最後的這個 我認為最後大概 因為就剩大概三個多禮拜 二十多天裡面呢 民進黨會不斷的強調 他們已經逼近蔣萬安 準備超車 要營造這個 在最後我跟你講 最後到了那個封關民調 一樣還會有那個 已經拼手啦 已經拼手了 我們準備黃金交叉了 因為他們必須要讓自己的 支持者的看好度不會崩盤 這是一種對自己人吹哨撞黨的 一個策略 但是這考驗的是什麼 然後再加上蔡英文 這兩個一起加起來 如果蔡英文 我還看了一下 蔡英文在2016到2020 比如說2020 蔡英文只有兩個行政區 不到五成 是九個 十個行政區是破五成 其中大同區還拿到六成四的選票 所以你就知道蔡英文在 在這個台北市有沒有票房 有 可是這些曾經投過蔡英文的 會不會把票 因為這樣投給陳時中問號 他們現在試圖用這個方法來帶動 可是就一模一樣啦 其實2018已經示範過一次了 那時候蔡英文也去拉台 姚文志啊 有用嗎 所以關鍵 這個我覺得這個有沒有用 跟產品本身有關 要值得考慮 值得這個觀察 但是他們民進黨是用這樣的策略 先把支持者鞏固了 再來我們告訴大家 我們沒有崩 我們沒有輸 我們會贏 好 最後把自己的基本盤吹到最高 因為這場選舉 我不用過半啊 我拿40%就可能會贏啊 所以這一場 這是一場 如果今天拿四成選票 就會贏的選舉 現在的民進黨的策略 就是為了瞄準 衝到四成的這個選票 好 大家看到的 就是民進黨 這個最近的內部民調了 但是當然這個不用盡興 看一看 知道他們的策略就好 那TVB的民調當中 我們看到這個也有所謂的 這個喜歡值跟厭惡值 那毫無疑問的 大家看到這個數字很鮮豔嘛 對不對 過半 什麼意思 就是不喜歡的 不太喜歡跟不喜歡加在一起的 所以就證實了陳時中 確實是一個厭惡度 稠吻值是比較高的一個 好 我們再回到剛剛的這張主的這個CG 我請介大使來談一下 接下來還有一個變數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雖然最新的這個民調 大家怎麼解釋 蔡政委員認為 蔣萬安在今年環境條件 比2014跟18好一點 所以他認為蔣萬安大概 可以有65萬票 那麼陳時中呢 他覺得大概是45到50萬票 那麼剩下黃珊珊呢 就像陽明講的 他認為是比較不看好 那2018年柯文哲拿58萬票 有30萬票是民進黨支援的 那黃珊珊他認為不是 情況不太一樣 所以柯文哲目前民調說是 藍綠回歸基本盤的結果 那柯文哲自己怎麼看呢 當然他在幫黃珊珊 他說預估呢 台北市對還有一個變數 投票率啦 今年選情超冷有沒有 確診者又不能投票 假設那天天氣狀況又不好的話 恐怕投票率真的不樂觀 他預估大概就是6成5 選戰氛圍比較冷 中間選民的投票率就會降低 因為你的這個政黨支持度 沒有那麼強烈嘛 他認為確實不利黃珊珊的選情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現象 就是民進黨以前很會跟這個網紅在一起嘛 說網紅帶貨 說網紅幫忙帶選票啊 館長說民進黨這幾年做的不好 害得很多YouTuber無辜遭殃啊 狂被網友罵翻喔 因為如此 他們決定今年就乾脆不幫民進黨宣傳了 這就是為什麼今年幾乎看不到 陳時中等民進黨政治人物 出現在各大網紅節目啊 當然這個成也網紅 敗也網紅啦 最鮮明的例子就是周玉寇嘛 有時候這個網紅也會暴衝也會失控等等 所以這個呢到底是因為 民進黨這個網紅不跟民進黨合作 還是說民進黨根本沒有下業配 沒有業配這個網紅當然也就不想做喔 那我覺得另一個變數是天氣投票率等等 還有這個網紅感覺上不停 另外一個我覺得就是這個 接下來這個禮拜六的電視辯論大賽 辯論大戰 那這是這一次呢 唯一的一場這個電視辯論賽 而且他沒有交互結問 他算是那個比較平緩的那種啦 大概比較不會像大家過去預期的那種 交互結尾那種火光四射喔 電視辯論大賽對誰比較有利呢 介大使怎麼看 因為當然啦 這個黃珊珊她是副市長 對市長 對這個市長應該是比較了解 那蔣萬安呢 過去當過這個律師 她的口才也很遍及 而且她的思慮非常清楚 那陳時中呢 只能說呵呵對不對 她的這個講水門的事情 講外送平臺的事情都被罵翻了 但無論如何 她那麼多場記者會 有沒有主持防疫記者會 一場又一場 面對記者的各式接招啊 她也還算四平八穩 雖然留下了很多金句喔 雖然留下了很多瞎話 但是也算是震得住場面 你怎麼看待這個電視辯論大賽之後 雙方的銷掌 我覺得電視喔 這個這個有電視來做 這個總統競選 第一次是甘乃迪跟那個尼克森 在美國 從那次開始以後 就證明一件事情 電視辯論 觀眾看的是形象 不太重視內容 所以這種長得比較帥 然後口齒辯輯 這種比較是佔便宜的 如果兩個都差不多 就比內容 那現在你這三個擺在一起 你說陳時中的形象 跟蔣安安怎麼比 沒有辦法比 而且陳時中事實上 他這張面孔已經看爛了 就是說大家每天看 他每天看 不會有什麼驚豔的感覺 我覺得蔣安安比較會有驚豔的感覺 所以他基本上 以他的這個外型跟他的年輕 我覺得他先天了 他就已經佔了很大的優勢 我要是陳時中 我就不要參加這場辯論 他應該也很不響 他應該是很不響 對他絕對不利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是因為這個 彼此之間同質性太高了 你說今天拜登跟川普 兩個電視辯論 基本上兩個都是算是同一個世代 那在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年輕的比較帥氣的 都是占便宜的 那只要他自己在政見上 不要失分的話 我覺得這場辯論 最後的結果勝負已定 海皇鮑魚干貝 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他蛋白質是雞肉 是牛肉 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礦物質 遠高於魚翅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購 輸入我的推薦袋 把CTI627 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